今天這個公園會有野狗 在這裡 在這裡 我現在在這個 松山區的時候 跟一個里長聊天 就是抓野狗 這個野狗到底能抓還是不能抓 觀眾朋友 你什麼意思 這個大居民說 有人不喜歡動 我覺得野狗沒有人養 覺得好危險 到處走 隨地大小便 而是坐不定咬我一口 到底抓不抓 里長說不能抓 里民都不能認同 里長的邏輯說 觀眾朋友 今天這個公園會有野狗 代表他有一定的食物的獲得量 所以這隻野狗一抓走之後 一定會有別的野狗 進來補這個空間 因為這個地方是太棒了 失樂圓 很多人會跑進來 所以有一隻野狗 站著這個地盤 別的野狗不會進來 為什麼 因為這個公園 可能就只能讓兩隻野狗生存 不能讓第三隻野狗活下去 就是一個河上有水河 三個河上沒水河的概念 所以這些野狗 他們就一直待著 他不會帶出其他的傳染病進來 可是我今天把這個野狗 楊大光跟楊下光抓走了 那不得了啦 那我們的真小K就鑽進來了 你不知道他是從哪裡來 你知道嗎 他可能會帶出其他的傳染病過來 所以各位我們講這個什麼意思 所以有時候 這個生態有自己的一個 有機的發展跟生態的環境 你去人為干預他 反而帶來更大的災難 因為你不知道 這兩隻野狗 你看牠習慣 牠看你也習慣了 牠不見咬你 或許換了新人 新的狗來了 牠看你不順眼 你看牠不順眼 打起來怎麼辦 狗咬狗一嘴毛 所以現在問題來了 現在我們要討論 叫ISIS 因為ISIS在前天 它的大本營魔術正式被解放 沒有 趕走了一條狗 現在問題來了 這個肥沃的土壤 它有水 有農業 又是伊拉克第二大城 更有豐沛的石油 這個公園沒有狗了 什麼意思 很多野狗找不到七生之地 準備鋪向摩蘇爾 我要請教 萬民哥我們來觀察 因為我們從這件事情來講 沒有事情那麼簡單 一旦全力發生真空 你不知道進來的下一個人會是誰 所以我剛剛以公園野狗為例 摩蘇爾現在出現了全力真空 因為這一次把ISIS打垮的 到底是誰 現在不知道是誰 因為只知道伊拉克的反恐部隊 掛掉了四層最精英的部隊 在摩蘇爾這兩年戰爭 傷亡慘重 目前摩蘇爾又很特別 因為他第一個是伊拉克最北邊 他又跟庫德族的 設計範圍非常近 他又有大煉油廠 又有油田 又有油管 所以這場戰爭的結束 第一個是ISIS的終結 第二個是誰的開始 也有誰會來補這個全力真空 您的觀察 摩蘇爾這個誠實很重要 如果很多基督徒的聖經 有讀過聖經的話 應該都知道這個聖經裡頭 有一個叫尼尼威城 是 其實就是摩蘇爾 這個上帝就是這個 因為一講耶和華就派了這個 當時以色列的先知耶拿 希望到尼尼威去傳播福音 後來對不對 也的確經過很多波折 亞述人的確也信了基督教 但是在西元六世紀的時候 他還是被這個 應該講西元前六世紀的時候 還是被波斯人給滅了 後來亞述人其實都一直沒有改變 他們信基督教的這種信仰 但是這個亞述帝國滅了以後 那亞述人就慢慢示威 全世界現在大概只剩300多萬 這個亞述人 其中最大的一個聚落 就是在這個摩蘇爾 所以摩蘇爾裡面 還有這個信基督教的 這個亞述人大概四五十萬人 很慘 這幾年都破壞了很慘 這幾年在這個 伊斯蘭共和國的這個迫害之下 我相信他們日子過得生不如死 大家如果有點研究的話 以前有個網球球星 叫阿格西亞 那個就是亞述人 是 所以亞述人這個 會打網球 因為這個摩蘇爾的原因 大家對這個地方 其實關注度還是滿高的 在中國古時候的這個 古斯路上 從亞述到敘利亞的阿拉伯 對不對 現在還有 本來沒有發生動亂之前 還有鐵路 一直是古斯道的這個 在這個西段末端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節 一段路 對 這個打下來的話 對不對 其實對這個抵抗 或者說反這個極端主義來講的話 當然是一大盛事 但是美國人這個時候 就比較擔心了 因為感覺上 就是伊拉克這幾年 因為有美國駐軍對不對 而且美國長期那邊有影響力 為了收復摩蘇爾 從去年10月展開摩蘇爾戰役到現在 我看資料上統計 大概美軍就出動1500架次的飛機去轟炸 對 但是以前的那個 就是剛下台的那個 前白宮安全顧問弗林 也是一個美國以前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的局長 他以前在這個 川普在競選的時候講回一句話 摩蘇爾一旦被打下來的話 那就是伊朗的勝利 是 我跟大家講一個為什麼 因為這幾年 這個中東的動亂 其實獲利最大的應該就是 以這個實業派 穆斯林實業派護國主身分自居的伊朗 取得的利益最大 我跟大家看這個人 這個人最近西方的媒體 對不對 都非常注意叫蘇萊曼尼 他是伊朗聖城旅的指揮官 這個是2015年 在收復費捷弩的時候 他在這個前線 指揮部隊作戰的這種情況 是 大家說費捷弩不是美軍這個指揮的 指揮的這個軍事情動嗎 他什麼也出現了 那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這個伊拉克政府 右手對不對 接受美國人的這個裝備 對不對 還有這個訓練對不對 左手就請這個伊朗人來幫他對不對 進行戰術指導 然後這個工程 這個戰術的這種執行 這個伊朗的這個聖城旅 這個長期在海外作戰 他這個經驗是非常豐富的 那這個是最近對不對 這個聖城旅的這個指揮官 蘇萊曼尼 跟這個在這個摩斯爾 跟這個伊拉克 應該講伊拉克什葉派的 叫做這個人民行動力量 就是民兵組織的領袖對不對 會談的情形 因為這個攻打這個摩斯爾對不對 伊拉克的這個什葉派民兵組織 其實也是一個主要的力量 所以美國人一直認為 其實美國人到伊拉克 就是一件錯誤的事情 為什麼 他對當地的文化 宗教 這個風俗習慣 不像這個同樣是穆斯林的伊朗人 這麼樣熟悉你知道嗎 所以這幾年下來對不對 其實伊朗在這個伊拉克 做了很多很多的功夫 我跟大家看這個 這個是伊朗現在最大的政黨 叫巴德爾組織 這個就是以什葉派為基礎的一個 伊拉克的政治團體 他的這個海報 就是鼓勵人民起來對不對 要抵抗這個邪惡的勢力 抵抗這個極端組織 你就曉得他的影響力多大了 這個政治組織其實背後 也是伊朗在支持的 他甚至於還派了這個傳教士 到伊拉克 到敘利亞去傳播這個 我不曉得該怎麼講 是不是叫福音 反正去傳播什葉派的教義 甚至於用什葉派的這種經文 對不對 在當地去宣教 然後做安定社會組織的這種功能 所以這個影響力 遠遠不是美國人所能夠比的 好 我先請岳老師做觀察 我先請教你權力真空 我一開始用公園這個野狗撲殺的 邏輯做觀察 這個權力真空 到底會怎麼樣發展 因為你把IS取代掉 它就是一個非常具有 肥沃地下資源的地方 又是一個地理非常重要的位置 所以這個權力真空 這個現狀就叫台灣你知道嗎 台灣現在2300萬人霸佔這個島 觀眾朋友 假如把2300萬人 給移開來 觀眾朋友 現在就是有辦法 外太公共來 上帝把2300萬人接走 我告訴你 台灣打翻了 韓國也要 越南也要 大陸也要 俄羅斯也要 美國也要 幸好有2300萬人 當然不是野狗 站著這個地方 觀眾朋友 所以就很安全的 大家就反正有他站著 然後基本上也搞不出什麼萬子 這個地區和平就維持了 就怕野狗走了 那基本上大家更多野狗來搶位置 現在摩蘇爾 馬上就有個權力真空的問題 這個權力真空會影響到 等一下我們再請外民給補充 第一個 什葉派 尤其伊朗 土耳其 敘利亞 最近的聯盟 加上卡達的外交 形成一個新的勢力範圍 您去觀察 這個權力真空 完全是美國製造的 原來的話 沒有一個地方 在長期的發展歷史當中 會出現權力真空 野狗站在那邊他很舒服 但是如果你村長要來把野狗抓走的話 野狗反抗一下不敵的話 剩下的七八隻野狗就冒出來 而且他會鼓勵出來 原來中東問題 伊斯蘭國IS 什麼叫ISIS 就是講的伊拉克跟敘利亞的簡稱 就是說伊拉克跟敘利亞 怎麼冒出權力真空 因為原來敘利亞的主要的老百姓 是敘利派為主 但是他的統治巴薩爾的話 他們是什葉派的 原來的話 伊拉克的話 他其實是剛好相反 他是什葉派的人為主 60% 但是連海山 他是遜尼派的 所以他們彼此之間 維持了權力上的均衡 那這個均衡 美國不信邪 不相信什葉派 什葉派在全球的穆斯林當中 只佔10% 但是他們全部集中在伊朗那邊 然後大家都知道 少數人比較容易團結 所以你剛剛外面拿出那一套 基本上的話 什葉派人的話 他們強調我們人少 但是我們信仰真誠 遜尼派的話 有名的不團結 然後老大軟弱無能 就是沙烏地阿拉伯 然後做法各方面也很奇怪 戰力也不強 錢很多亂用 然後對於各方面的安撫上來講 也不夠這個影響力 然後剩下一些教派 比如說庫德族 比如說土耳其什麼的話 遜尼派本身不團結這個問題 好了 現在問題來了 現在問題是怎麼樣 就是說伊朗首先 他不是只有在伊拉克跟序列亞支持 他連那個以色列的什麼 什麼哈馬斯 什麼燕門 底下的胡塞叛軍什麼 他通通支持 為什麼他通通支持 因為伊朗本身派得出部隊來 地面部隊可以維持一個很大的 反正是維持一個相當的一個戰力 不能夠說是美戰必勝 但是都是產勝 可是整個局面上來講的話 伊朗本身在目前的中東地區 已經變成了法號勢力 然後再加上美國的話傳統當中 又把俄國 中國 伊朗 這個三個中東重要的影響國家 把它擠在一堆 堅持說這個國會認為 川普本身是討厭伊朗 然後美國國會討厭俄國 然後美國上上下下通通討厭中國 把那三個國家 慢慢在整個中東地區逼出來了 逼出來的話 現在情況發覺有點不對勁 因為這一次摩蘇爾的伊拉克裡面 主政的政府已經是什葉派了 然後合作的對象是 美國帶領向打出一個戰爭 打出這個結果 發覺接收的成員大多數 都是不相信美國這一套的 所以美國只有在上面 按照廣播講勝利了 但是講完以後內心很虛 為什麼很虛 因為接收的部隊絕大多數 都是伊朗在接收戰果了 美國又太瞭解 這一群人可能快就3.5年 慢就10年 就要跟美軍對幹 我不敢講一定要對幹 但是至少原來 沙烏地阿拉伯的話 的做法上很強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前一陣子 沙烏地阿拉伯靠近伊朗那邊 有一個很重要的 實驗派的教室 然後在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好端端的 居然被判了死刑 然後弄得很嚴重 然後大家就突然發覺 在這個原來沒有衝突的 伊斯蘭世界當中 現在不但變成了具體衝突 而且也變成了分權割地 的一個重要指標 以往我們不好意思講 因為你在中國的回教族當中 也有實驗派還有虛擬派 不好意思講說 他們之間有衝突 因為幾千年他們也生存下來了 彼此之間也相合 就是住的 都是沒有什麼特別事 但是現在變成一個 戰爭發展的一個基礎 老師 波斯哲學 跟阿拉伯哲學 有正門學科嗎 有人在研究 阿拉伯哲學有 波斯哲學有嗎 波斯哲學比較好 波斯哲學不是正統的阿拉伯人 就是他們 我初步的了解 波斯人也不一定想要當阿拉伯人 他們其實是不太一樣 他們這個宗教上的不一樣 但是他們長期相處 信同一個宗教 但是他們這個起源 阿拉伯哲學跟我們的東方哲學 什麼一般的像希臘哲學 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阿拉伯哲學其實還非常了不起 我們現在用的阿拉伯數字 那是阿拉伯數學 阿拉伯的數學 阿拉伯的科學 阿拉伯的哲學當中 原來在這個發展的過程當中 他是強調整個現代文明 能夠維持到今天的局面 是因為阿拉伯哲學 有一種非常寬容的做法 比如說我們現在有亞里斯多德讀 就是亞里斯多德最有名的一個 天文學的書叫Alamest 那麼主要就是從阿拉伯文翻譯 從希臘文翻譯成阿拉伯文 阿拉伯文在翻譯回答天文 亞里斯是超人家的 阿拉伯哲學 對 他偷超人家的天文學 對 因為基本上阿拉伯的神學 這個文學已經很發達 但是他把所有的文化都保留下來 保留下來我們今天才有現代文明 所以文藝復興時期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文藝復興講的是文明再生 文明再生其中是透過阿拉伯的世界 把原來的希臘羅馬的文化 再引回到歐洲出去 因為希臘羅馬都沒留了 是擺在阿拉伯的圖書館裡面 在阿拉伯的圖書館裡面 把這些東西用阿拉伯文保留下來 可是碰到幾個像院老師這種怪咖 給他修修改改 會不會今天的希臘羅馬哲學 都已經變得掉 希臘羅馬人自己不知道 文藝復興從來也是搞假復興 希臘羅馬哲學能夠維持 今天的這種情況 比如說民主制度 科學發展 什麼各方面的神學想法 其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表示 阿拉伯那個時候的文明 是一個相當自信的 所以他把這個文化完完整整的保留下來 很自信 不像今天 今天的話就是 像阿拉伯派 就是搞伊斯蘭國的很偏激的想法 認為說我與其的話 要保留我自己純粹的那種想法 那我就不要跟別人接觸 這個是伊斯蘭國的來源 原來的阿拉伯世界是一個非常寬容 而且是一個很自信的環境 我要請問外民哥 現在問題來就是整個地區 因為我們這邊一個簡單地圖 就是最新整個勢力的分割 當然這個ISIS的範圍 還是相當大灰色的 可是現在敘利亞也是打翻天 包括昨天俄羅斯又派最新的一艘戰艦 趕赴敘利亞 因為最近美軍的 美國的空軍 在敘利亞非常囂張 他的囂張是因為土耳其也轉向 現在反正土耳其也翻臉了 卡達也翻臉了 新的一個聯盟 從北邊的土耳其到敘利亞 到伊拉克 到伊朗 到卡達 新的結盟開始了 後面有俄羅斯武器撐腰 你們觀察 我在想這個地方不見得會 應該不會全力真空 因為大家搶的要 只是全力平衡 可能這個結構要重新洗牌 但是按照目前的形勢來講的話 從美國的角度來看的話 他是遠地作戰 要跑到中東地方打仗 那一定相當吃力的 伊朗在中東地區 我們一直講過 他是中東地區大國 恐怕是現在國力最強的一個國家 因為他自己有足夠的工業化 所以現在看起來 在他的長期支持之下 敘利亞的政府對不對 不斷地向東推進 然後伊拉克的政府軍 也不斷向西推進 兩邊一旦會合以後 就變成什葉派的大會司了 幾百年來 一千多年來不曾出現的 就是說波斯或者說什葉派的勢力 從波斯灣到地中海 就拉成一線的 就人家講的 新越什葉派的力量就形成了 美國當然很怕這個事情發生 所以他的做法 第一個 他自己除了對不對 要在這邊增加武力的部署以外 比如說在地中海東部 這個布希號航母 在那邊已經待了好幾個月 我昨天一看這個新聞 大概在這個周遭地區 美國的這個戰鬥機 大概就準備了兩百多架 有必要的時候 就準備大幹一場 但是他打誰 他沒有對象 任何威脅他戰略利益的人 他都是他的潛在敵人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 他不可能靠他一個人 在那邊打19戰 所以他一定要扶持 他的這個盟國 比如說沙烏地阿拉伯 前段時間川普到沙烏地阿拉伯 訪問 基本上搞定了沙烏地阿拉伯 這是在南邊 在北邊大家看一個新聞 這幾天這個 沙烏地阿拉伯就是蔣軍 然後波斯人就是匪軍 美國最大敗筆就是扶持蔣軍 最後一定被消滅的 你這個話不能在台灣這樣講 因為蔣軍的支持者還是很多 對不對 不多 都在台灣 就跟亞洲帝國一樣 對 但是另外一點對不對 關靠沙烏地不過 所以最近這兩天有個新聞 就是庫德族對不對 自治區的政府宣布 就伊拉克庫德族自治區的政府 宣布9月份要公投獨立 你要知道 現在美國的庫德族主要是 庫德族範圍很大 範圍很大 主要是在伊朗 伊拉克 敘利亞 到土耳其這個地方 但是 中國市也有 對 但是平常一講 所有這些 有庫德族居住的這些國家 都反對這個事情 是 這個事情如果美國 這樣子做的話對不對 雖然會討好庫德族 庫德族可能 在中東扮演 美國人馬前竹的角色 但也可能 同時都得罪了這些國家 以後美國人要在這邊 再扮演這個超然的角色的時候 那就相對會很困難 對 所以我認為將來 這個當然也可能影響到 對 谢谢观看